来到棒球场上来看到这个是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话题 中华职棒兄弟向队到底要由谁来接手 一定是昨天晚上独家抢先报道 龙岩集团表态他们有强烈的意愿 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不少球迷是乐观其成 认为龙岩的资本比兄弟雄厚 有助球队来发展 不过更多的网友是大搞苦手 说龙岩接手的话 这个队名就可以沿用兄弟两个字 因为就直接叫龙岩好兄弟队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那么未来像样女孩可能得要变成白琴女孩 也有人乱猜说 如果夺下总冠军 那么提供了优惠折扣 该不会是龙骨塔买一送一吧 兄弟像对歌让不少像米朗朗上口 不过现在传出龙岩人本 有意接手兄弟像八字都还没有一撇 就有网友把这对歌给改编 换成这台湾民俗歌曲都退路 网友说这超级符合龙岩原本的痛调 还有这首《翁立尔送行》 这些场上在告别室听到的歌曲 通通要把它搬到球场上来 而且连球衣网友也都设计好了 一样是走黄色系 只是把兄弟二字给拿掉 换成龙岩 不只如此网友更哭手说 啦啦队相用女孩改成白旗女孩 球迷进场就送马一校服 吉祥物就用纸扎人 球队专用巴士改成林车 绝对没有球迷敢会去包围 看到这些评论可让龙岩哭笑不得 我们非常钦佩网友这样的饶富创意的一些想法 跟这个在网络上头的po文 龙岩是否买叫兄弟像都还没有确定 带不少网友的创意评论 这也让人看了蓬富大笑 记者陈怡霖 叶灵帆被采访到